什麼醫師都只會講講 自己也做不到 你在罵誰 你在講誰 沒有 沒有 很多時候就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 醫生他們都會給我們很多建議 或忠祝 可是自己都做不到 我就覺得像醫生說 你要少喝手搖飲 可是每天去看診 他們桌上都會放一杯手搖飲 真的啦 真的就是會這樣 然後像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就跟我說 無尊 你這個身體的胃 比較不好的人 他說你盡量要少喝酒 他說因為酒會很刺激你的 對啊 然後我到現場 因為他是皮膚科醫師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最近這個周圍都是長痘痘 你這個狀況是不是 那個內分泌系統有點不太好 就是我覺得你要多休息 要早點休息 我說那我等一下 可以差不多一點就回去嗎 他說不行 大家能得出來聚 你就是要多陪大家聊一點 那個再來一盤Shop 你不是叫我嫂子講 沒關係 偶爾一次 他每禮拜都在約五 每個禮拜 我覺得醫生啊 十個有九個都會喝 而且酒量又好 那最重要 我以前認識一個副展科醫生 我跟你講 他是 是每天喝到凌晨三四個 他還去接生 還去接生 就是當然是很久以前了 對 因為做外科醫師 尤其你在學習的過程中壓力很大 是 那那時候看老師都在抽菸 老師也在 所以有些時候你就跟著去學 那我們後來真的覺得 有時候你壓力完了之後 到外面靠近窗子邊 放鬆一下 真的是很舒服的一間 是 但曾幾何時他說 這個不能抽了 這邊不能弄 那邊不能 所以就被逼了就 逼了就戒掉了 那同樣道理 當你壓力過了很大的時候 晚上喝了很久之後 稍微微醺了 你心情會覺得很輕鬆 而且很多想法會出來 因為手術的技巧過程中 有時候會想 今天有沒有做對 那下次再遇到這個問題 是要怎麼辦 但有時候 喝點酒 在放鬆的時候 還真的 而且老師你給他喝點酒 他還會告訴你 我以前有個小屁股 我今天教你 只教你 他們這是我傳承 有時候要拔軟你知道嗎 對 就是要應酬 交際 而且我跟醫生朋友都說 喝酒治百病 喝酒治百病 然後就麻醉 不要亂教 不要亂教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不太好吧 後來我胃真的就出問題 所以真的不要 對 真的不要 不要喝酒 什麼都要四可而止 對 也不是說不要 因為你知道吃飯也拔酒言歡 很好的事情放鬆 我來分享一個 我在整間被病人打臉的一個案例 打臉 這麼誇張 對 就是一個病人 大概接近50歲 然後他就是因為心育下降 然後就是體力的下降 睡眠品質不好 情緒起伏也很大 所以他就說老婆叫我來驗一下 有沒有所謂的 更年期傷害的問題 然後一驗的真的就是 男性荷爾蒙非常低 正常大概350到1000左右 還驗出來才剩下一百多而已 等於正常下限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後當然我們會幫他做一些荷爾蒙補充 那病人一定會詢問 那我該如何自己調整 那我當然就跟他說 三件事情 運動的話一週三次 一次三十分鐘 中強度以上的運動才有效 那隱食 我就跟他說 就地中海隱食 盡量少吃油炸類的 那睡眠每天至少六到八個小時 盡量在十一點前睡覺這樣 那好死不死 這時候已經中午了 那我的便當就從外面送進來 那天沒有吃早餐 我就看一看 我就想要訂了一個 炸雞排 你知道嗎 炸雞排飯 地中海隱食 對 然後就寫在那個便當上 寫炸雞排 你知道嗎 然後送進來 然後病人就看到 他說 確實你剛才跟我講那麼多 你自己點這個炸雞排 這樣是很奇怪 我就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 因為我早餐沒有吃 然後所以說 我點一個炸雞排飯 而且我不會把它全部吃完 我大概都只有吃一半而已 然後他就說 你叫我要充足睡眠 可是我從剛剛進來 到看你現在 我看起來 你就是很累的樣子 我就說沒辦法 因為我昨天晚上值班的關係 如果沒有值班的話 我能夠睡滿八個小時 我一定睡滿八個小時 要解釋 對 不過最後我跟他說 我從去年到今年 我瘦了六公斤 所以我還是有辦法說服他 因為今天其實要來平反一下 我要來抗議 因為營養師也是人 我們也會有欲望 也會想要喝飲料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在辦公室 我們就像被排擠 對 因為同事他們會 揪飲料 揪下午茶 就是不會揪營養師 對 因為他們都覺得 營養師不會吃這些東西 整個應該 我的職業是這樣子 對 但是因為我們其實是會餵教大家說 可能少吃一點甜的 少吃炸的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 選擇對的食物 然後少量的去吃 我們還是會喝飲料的 每次跟營養師出去吃東西 就是他就會 從頭到尾一直在餵教你 這個不行 這個熱量多少 這個多高 這次會造成什麼 那個是太職業病了 對啊 我們脫下 誰沒有七情六欲 誰沒有什麼恐怖之欲 通常我在私底下就會說 我現在不是營養師 我脫下白袍了 對 所以就會覺得說 同事也揪一下我好不好 我也要喝飲料 我是最沒辦法被說服 對 我每次遇到你 我都好奇 我每次都只能跟他講說 我是提供醫學知識的 但是相信我很難做到 我一輩子都在減肥 沒有一次成功 只會越減越肥 所以我可以體會到說 你要做過這個過程很辛苦 我可以體會 但是你一定要做 因為什麼呢 你已經先亮紅燈了 我不敢怎麼講 我現在膽固人抽起來還OK 我還可以去打網球 他們說我是一個靈活的胖子 但是是OK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就是被吸引 因為我們護理師們 他們喜歡訂一些手搖飲料 他就說 原醫師你好辛苦 那給你一個 要幫你訂一杯好不好 所以你經常就會看到 這邊就有一杯這個 那邊有一杯那個 是 那在那邊誘惑我們 講完話後 有時候就順手就 喝兩口 我們以為不會怎樣 但是病人都會看在眼裡 你喝這個 剛好 那我還有一些長輩的朋友 他知道我好像很喜歡 吃炸雞之類的 所以他每次來 他還特別說 你中午一定沒吃 我幫你去買一個什麼 一桶 那一桶就往後面一放 那整個枕筋都是這個味道 那 要消滅他 你又沒有吃飯 肚子又餓 那每個病人都進來就 非常 那有一次我主持 我自己主持一個廣播節目 現在廣播節目 現在還有YouTube直接 然後那個人就大喇喇寫在那邊 這個醫師 他能夠說服我們說 心臟血管疾病嗎 那我當時還不知道怎麼回 我說這位先生 我很健康 OK 不然我要戴一場網球 唯一是每次在節目都講說 他很健康 最靈活的胖子 就像我要說 醫生都會講說什麼 你隱形眼鏡記得 不可以戴太久 戴太久對眼睛不好 像我自己就是因為高度近視 那我不可能一直戴著眼鏡 因為我覺得戴眼鏡 其實不美觀 那我就會考慮戴隱形眼鏡 但我戴隱形眼鏡的時間 通常是從 從早上7點到晚上9點 其實時間是 時間很長 太久了 那你知道隱形眼鏡的選擇上面 我就要選擇 含水部比較好的 可是我又發現說 其實也不可能 因為你到了一定時間的時候 眼睛還是會很乾澀 那我最長的時間就是 一天換兩到三部 甚至於有一次是因為 眼鏡戴太久 我拿不下來 太乾了 我就硬扯 扯掉說我的腳膜都刮傷了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這樣怎麼辦 那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像他覺得說 其實外在的隱形眼鏡 很重要之外 吃的固然很重要 就推薦了我這個 吃的 這個 金亮小紫 那金亮小紫 一般大家都知道 最基本的葉黃素 像這樣子一份是22毫克 同等於3.1公斤的花椰菜 所以它葉黃素的成分 是非常的足夠 再加上金亮裡面 它有五大成分 除了葉黃素 蝦紅素 三桑子花青素 玻尿酸前驅物以外 它還有柑橘葉黃銅 那其中它裡面 還加了歐洲的小米草 歐洲的小米草 它又稱為明亮草 Ice Bride 它裡面還有添加枸杞萃菊物 其實枸杞大家都知道 枸杞萃菊物又稱為 東方紅寶石 裡面含有大量的 β胡蘿蔔素 像西方的瑪達娜 跟凱特王妃都很常去吃 其實我們臉部的保養 大家都知道很注重在玻尿酸保濕 玻尿酸跟花青素也很重要 那我就有在節目上 也聽過有醫生講說 我們其實在攝取上面 一定要多選擇這一些 因為他講說就像 玻尿酸的前驅物 前驅物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說是什麼 其實它就是 分子很小的玻尿酸 那分子小的玻尿酸 吸收效果就同樣的 就會達到更好 那我們都知道 外在跟內在吃很重要 那吃的話的玻尿酸 就可以讓我們養顏 幫助我們養顏美容 調節我們的身體機能 甚至於就是 供給我們營養的補充 所以我覺得都要做到面面俱到 對 因為現在的人都很愛漂亮 眼睛一戴就是一整天 而且我們每天都盯著手機 電腦 回家還要追劇 對不對 所以我們長期用眼 會造成很多個狀況 但是其實在過去 大部分都發生在55歲以上的人 但現在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像是來門診的人 都已經很年輕了 像是30歲這個年齡層 就已經大幅增加 三成到四成那麼多 對 那年輕人如果 輕忽掉這個症狀 它可能累積之後 就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建議每天還是要補充一些營養素 像剛剛提到的 玻尿酸前驅物 對不對 就是因為 我們的類腺的這個類液 它的分泌會隨著我們 長時間佩戴鏡片 還有這個年齡的增加而減少 那玻尿酸就可以幫助 我們補充營養 然後可以讓我們促進 我們維持健康 對 那尤其是這個玻尿酸前驅物 它很特別 是因為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它是玻尿酸的四千分之一 這麼小 對 所以它的分子量小 吸收好 利用率就高 對 那再來就是三桑子 它其實是 歐洲藍莓 它有藍莓之王的稱號 那就是因為它裡面的花青素 比藍莓還要再高出四倍 而且它就是 飛行員的一個精量來源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是 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們要做那種 就是夜間任務 對 那英國的國家 他們就會配給 那個富含三桑子的果醬 給空軍們吃 讓他們完成任務 對 但是當時就只有果醬可以吃 對 那現在科技發達了之後 就有三桑子的萃取物可以補充的 那其實花青素 它就是對女生也非常重要 是因為它可以變漂亮 對 對 那所以女生一定要知道這個成分 那再來就是 柑橘類黃銅 還有這個蝦紅素 它是可以促進我們這個 調節生理機能 對 然後還有就是剛剛講到的 三桑子跟黑醋粒 它們是花青素之王 所以就是如果搭配夜黃素一起吃的話 一定要長期的補充 因為在身體要累積一定的濃度 它才能夠有更好的保健效果 今天我們聊了很多 最重要的我們看病人 很多病人都有很多疑慮 要請問醫生的 當然最重要還是要相信 醫生對你做的一些判斷 我們講這個病人事件維持最良好的關係 這是很重要的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